嗨 大家好 我是黄小鱼 我们家这个小家伙已经6个月了 他的吃奶一直是个问题 他也不是不吃 他就是吃的特别少 他从出生到现在 最多的一次也就喝了120 以前的话是母乳 就是按需味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吃了多少 然后后来会跟他加一点奶粉 就每天会加一次 就让他习惯一下奶粉的味道 怕他以后就是炖奶的时候不愿意喝奶粉 然后刚开始一次只喝30 有时候想让他多喝一点 就是加个60也没用 还是只喝了三次就不喝了 然后到现在一次奶粉也只喝个70 差不多也就喝个七八十 你充九十他都喝不完 有时候连七八十都喝不完 我前段时间去拔了牙齿了 然后那几天不能喂奶 就给他喂的是纯奶粉 差不多三小时喂一次 然后有时候喝70 有时候80 有时候喝不完就只喝了60 一天差不多可能也就只喝了600的奶量 然后他也不饿 他也没炒得吃 你给他冲多了他也吃不完 这么算一天才600 别人像他这么大 一次能喝100多 一天应该也不止这么一点奶量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可能吸收好吧 然后一天也就只喝这么一点 那长得也还可以 看他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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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还一节节的 他腿还挺粗的 所以也算了 他吃不尽我们也没有强味 他现在就是六个月了 就是早上给他多加了一次腐蚀 羡慕别人加了宝宝一次能吃100度 他这完全不行 每次都只吃个几十 马上又要去体检了 看一下身高体重是不是达标的 反正在家里称了一下16斤多 现在是 身高量不准吧 身高应该快70了 在家里大概量了一下 差不多快70的样子 过两天去体检 只要身高体重是正常的 吃的少就少一点吧 因为看他吸收也还可以 你看他现在每天就这样各种板 本来就没吃到他 然后每天这样板 感觉吃的都被他板掉了 他总想这样跳 我总跟他举着不让他跳 怕他跳得太早了 他说腿型都跳得不好看了 是不是的 哎呀你老实一点呢 我们女孩子你能不能稳定一点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不录了不录了